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轩音 欢迎收看全网追踪 在这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每周最关注的网络话题 我们还将和公安机关一道 以暗说法借助数据分析 为您探究网络世界的深层秘密 我们将与您一起破解网络迷局 剖析最新的网络动态 识别网络陷阱 每周日的晚上 轩音和您一起全网追踪 大家好 欢迎回到全网追踪 我是轩音 俗话说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在面对陌生的投资领域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万般谨慎 生怕一不小心将自己的家底 赔了进去 然而家住广州市的张女士 却有些不同 她最近不仅将所有的积蓄 都用来投资了 甚至还贷款了两百万元 投进了一个自己 完全不熟悉的投资平台 导致资金一去不复返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家住广州市天河区的张女士 今年35岁 是当地某公司的行政人员 丈夫余先生经营着一家培训机构 夫妻俩为了开办这个机构 向亲朋好友借了一百多万 才将机构顺利地开办起来 不过最近一年 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 培训机构的课程被迫终止 这让二人的收入顿减 由于不能线下授课 二人只能将课程转到线上教学 因为网课直播需要专业的设备 所以二人又向朋友们借了不少钱 一段时间过后 夫妻二人发现 收入却只有正常经营状况下的四分之一 面对这样的状况 夫妻俩不知道如何是好 如果培训机构不能继续营业 那么他们二人便无法偿还亲戚们的借款 惆怅的夫妻俩 一心只想赶紧找到一条新的致富途径 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 于先生从朋友那里了解到 最近股市的行情不错 不少人都通过炒股小赚了一笔 这让他心生希望 毕竟炒股能在短时间内就获得收益 于是二人在朋友的推荐下 尝试着购入了几只股票 可初入股市的二人 对股市行情捉摸不透 几只股票接连被套牢 本想通过炒股能大赚一笔 没想却亏损严重 面对这样的状况 夫妻俩十分忧愁 迫切地希望能够得到一位领路人的指导 就在这时炒股论坛内的一篇文章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篇文章不仅对近期股市分析得头头是道 而且把股票的走势也预测得特别精准 这让二人心生敬佩之情 为了交流学习 夫妻俩添加了文章末尾留下的群号 进入了群聊 然而群内的景象却令两人大吃一惊 王老师真是神了 满平红 真让人高兴 这几个月股市低迷 还好有王老师指点迷进 王老师的大安大德 我永迹在心 发个红包支持王老师 王老师的实力毋庸置疑 感谢 感谢各位 大家赚钱都不容易 都是一个群的股友 一起盈利才是上策 老师真是不求回报再付出 未来买股 还得请您多给指点指点 没问题 这不是一个投资交流群吗 怎么张女士一进去 大家都在夸赞这位所谓的王老师呢 如此受群友们的追捧 难道这个王老师 就是那个在论坛上发布文章的人吗 她又是否真的如此深通广大呢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张女士 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张女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张女士 您当时进群看到这番景象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我当时一看就懵了 我心想 大家怎么都在感谢这个王老师啊 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于是我就试着加了几个群里的人 打听了之后才知道 这个王老师就是那个写文章的人 听群友说他可神啊 推荐的几只股票之前都没人看好 结果后来全涨了 群里好多人 好像跟着他都赚了不少呢 那这个王老师听起来还挺厉害的呀 对啊 我听他们说 王老师是一家知名证券公司的投资经理 对股市很有研究的 以前别人找他咨询很贵的 不过因为前几年他妻子得了重病 久治不遇 他才开始给别人免费讲课 也是为了给妻子做做功德 及福气 家群的这段日子里 夫妻俩发现 王老师每天上午都会在群里分析股票 到了晚上再单独开课 给大家讲解知识 这让本就对炒股一知半解的二人 很是受用 除了专业的课程外 王老师还会时不时 推荐几只不错的股票 而群内的股友们 也都积极响应购买 并且这几只股票 也确如王老师所说 一路高涨 这让夫妻二人 很是心动 正好之前购买的几只股票 回天乏术 而王老师对股票 见解独到 或许可以给夫妻俩提供新思路 于是 他们赶紧资料了王老师 在听了夫妻俩所说的话后 王老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表示 这几只股票 还有回涨的可能 现在炮售会血本无归 不如低位补仓 降低成本 说不定还能回本 王老师的话 令夫妻二人豁然开朗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夫妻俩听从了王老师的建议 进行了补仓 没过多久 这只股票果然就有了 小幅的回升 且仍保持着这样的趋势 这样一来 股票不仅成功解套 甚至还小装了一笔 这也让夫妻俩 对王老师刮目相看 张女士 这个王老师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他就没有施过手吗 也有的 但是总体上 还是赚得多 赔得少 所以群友们都特别信任他 所以我就小投了三万元进去 买了两只他推荐的股票 那您投资的股票收益如何呢 不到一周吧 我买入的两只股票 就迎来了几波涨停 赚了好一笔 我就后悔当初没多投点钱 要不就赚大发了 看来这个王老师 还真挺有能耐的 那后来呢 没错 他简直太神了 不过后来 我想再跟着他投资股票 这次我就多投点 但是王老师却说 现在A股不景气 没有什么看起来 值得买的股票 他问我们 有没有兴趣去投资港股 说有几只港股 收益还不错 所以王老师给我们 推荐的一个APP 说在那个上面就可以买 哦 那是什么APP呢 是一个叫某泰的APP 是香港的一家大型证券公司 王老师说自己就是这家公司的投资顾问 每天都会在这个软件里开直播讲课 王老师还说这个软件虽然是香港的 但是因为和内地证券公司有合作 所以有资质 不仅可以炒港股 A股也可以炒 资讯也比市面上其他的软件齐全很多 很多操盘大手现在都在用这个软件搞投资 投资可不是小事啊 毕竟都是把真金白银往里砸 那这个某泰证券 您了解过吗 它是正规的券商吗 你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 刚好我在香港也有认识的朋友 我就托他们打听了这个某泰证券 发现这个公司在当地还是很有名气 认可度很高的 也是几家上市的正规证券平台之一 知智都很齐全 其实我早就有听说过港股行情不错 玩法也多 不光可以买涨还可以买跌 再加上王老师都推荐了 跟着他走肯定问题不大 而且王老师说他是内部员工 我们这些跟着他去下载的 新用户都可以收到最低500到1万的投资红包 我觉得既然这个平台这么方便 还有红包领 何乐不为了就跟着下载了 下载APP后 夫妻二人赶紧注册了账户 没过多久 二人便在平台内收到了2000元的红包 这令他们又惊又喜 为了验证平台的可靠性 他们还将某太平台上的几只股票的K线图 与其他平台进行对比后发现 这些信息都是实实且正常的 这让夫妻二人放松了警惕 于是开始跟着王老师在该平台上投了几只港股 确实也都是涨多跌少 收益的钱也都及时到了平台账户中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夫妻俩将账户里的16万元提现 竟发现可以提现成功 这让他们对该软件彻底深信不疑 最近一段时间 夫妻俩看中了一只走势极好的股票 夫妻二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维持培训机构的生意 在没听从王老师的建议下 抱着希望投入了20万元 然而让夫妻俩没想到的是 原本走势很好的股票 竟然在短短几天之内一路暴跌 投入的钱瞬间赔得所剩无几 这让二人慌张不疑 正在这时 王老师找到了张女士 小渣 我看你还是买了那些股票 你怎么不听我的劝呢 我也很后悔 没听老师您的话 不过股市就是这样 有涨有跌 放平心态就行 话虽这么说 但是老师 我的20万都投进去了 我怎么能离补回损失啊 像你上次教的一样补仓吗 小渣 你跟着我炒股有一段时间了 你应该也信任我 我之前就说了 这只股票不行 盲目的加仓 只会把自己彻底给套牢 再说了 你现在还有钱加仓吗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可得帮帮我呀 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个方法 你不如去试试打新股 打新股 这个我听说过啊 但打新股要申购的话 中签率太低了 好多人一辈子也中不了啊 小渣 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 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所在的某态证券 其实和多家即将上市 并发行新股的公司有合作 我们集团内部啊 是可以配售新股份额的 正好最近某知名集团 出了新股就等着上市 你如果现在勾入的话 别说回本了 收益还会成倍的分 王老师的一番话 令吉利想挽回损失的夫妻二人 看到了翻本的希望 但是夫妻俩一想到 之前对股市的错误判断 赔进去了不少钱 加之手头十分紧张 也不确定王老师画的真实性 谨慎的二人对此犹豫不决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发不出工资的缘故 培训机构的老师 都相继找到了自己 表达了不按时发工资 就离职的想法 这让夫妻二人措手不及 如果老师离职了 就没法继续给学生上课 机构就会彻底丧失生缘 生意更会一落千丈 一想到这里 夫妻二人顿时不知所措 起火难下 正在这时 王老师再次找到了 夫妻二人 小扎 上次给你的提议 考虑得怎么样了 老师我手头真的没钱了 我之前投的钱全亏了 都还没想好 怎么填补这些亏损 我知道你的难处 但是这是现阶段 唯一能帮你 度过难关的机会了 你也知道 打辛苦中签率非常低 多少人在争着万分之一的名额 而你现在就有机会 直接通过内部渠道购买份额 你却还犹犹豫豫的 王老师 不是我不想买 是我之前险些把家底都赔空了 我是一点风险也不敢担了 小扎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就给你透个底吧 你买我手里配售的这些新股 基本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原来王老师表示 因为拥有内部关系的缘故 不仅能保证于先生夫妇 能有重新股的资格 而且王老师还会根据 投入金钱数额的多少 来分配双倍 甚至多倍的新股配合 假如于先生夫妇 能投入十万元 到这个APP内 来购买新股 按照中千大新股 配额可以翻倍的承诺 于先生夫妇 不仅会中一万股的新股配额 还会翻倍变成两万股 这两万股的新股 放在股市里收益 最多的时候 能达到每天10%的增幅 也就是说 第二天账户里就会有两万元 比一万股的新股 收益翻了一倍 而如果能投入一百万元 来购买新股 就会获得20万股的新股配额 按照同理推算 第二天 账户里就会获得 最高20万元的收益 依此类推 按照每天最高10%的涨幅速度 就能十倍百倍地赚钱 面对王老师所说的高收益方法 夫妻俩心里打起了股 此时 手里没多少积蓄的张女士 断然不敢冒这个风险 决心再考虑一下 然而 于先生心里却十分清楚 培训机构的租金很快到期 之前为了开办培训机构 从好友那儿借的钱 这一周也快到还款期了 再不尝试王老师推荐的方法 不仅这百来万的借款无法偿款 而且也无法支撑 培训机构老师的工资和其他人力成本 培训机构也会彻底垮料 这样一来更资不抵债 此时 于先生想到 按照王老师所说 自己如果投入100万元 按照这个速度 可能在一周以内不仅能回本 还能赚得好几百万元 到时候不仅能还上培训机构的房租 还能赚得一笔 思考再三下 他决定贷款来购买大新股配额 然而 当张女士听了于先生的想法后 却极力反对 张女士觉得贷款的风险很大 如果贷款来购买新股配额 无法确定能回本 为此夫妻俩争吵不断 然而 面对资不抵债的情况 于先生向张女士表示 这是目前能翻版的唯一的机会了 不然 二人只能面临破产的风险 束手无策的张女士冷静下来后 想到去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 只能听从丈夫的意见 决定和丈夫放手一搏 一面是 基于偿还借款的巨大压力 一面是王老师口中的高额收益 决心贷款购买大新股的父亲二人 又是否能如愿以偿呢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为了获得更多的大新股配额 于先生和张女士 市政从银行陆陆续续贷款了一百多万 投进了这个平台购买新股配额 不久后果然如王老师所说的一样 夫妻二人发现 中了二十多万的新股配额 而这二十多万的新股配额 也确实每天都在以 几乎百分之十的增幅不断增长 一天就涨到了四十万 看到平台账户里不断增加的收入 夫妻俩兴奋不已 于是二人又去贷款平台 借贷了二十万 再投入平台购买新股 结果显示仍然成功 看到账户里不断增长的钱 于先生和张女士顿时喜笑颜开 为了在一周内就还上借款 二人又接着投入了一些钱 前前后后共计二百余万元 两百万元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您就没有想过如果投资失败 您该怎么办吗 也想过啊 但是当时真的是十万火急 房贷和租金在前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东西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睡不着 就盯着那个账户看 数字一多我就高兴 就觉得翻本有希望 怎么说呢 当时其实就是纯粹在赌了 既然已经投进去 那么多了就只能搏一搏了 而且照这个盈利模式 也不可能还不上 但是当我想提现出来的时候 却发现一直显示服务器错误 提不出来 急死我了 我就去问王老师什么情况 他说系统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 让我再等等 可我哪等得了 但当我在想联系他的时候 就发现他已经把我给拉黑了 哦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王老师是个骗子吗 那您之前不是说这个证券平台 是正规的平台吗 对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公司的联系方式 打了电话询问这个情况 没想到对方告诉我 他们的平台根本就不能炒A股 更别提打新股了 而且客服还说 他们的软件内地一般是无法下载的 说我投资的这个平台 应该是冒充他们公司的虚假平台 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意识到我肯定是被骗了 赶紧去公安局报案了 好的 谢谢张女士 本想借着炒股赚钱来填补亏损 不成想却落入了骗子精心设计的连环套中 这样一来张女士不但亏光了所有的资产 未来还将背上沉重的债务 张女士这段疯狂的炒股经历 着实让人唏嘘不已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 在接到张女士的报案后 迅速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在对张女士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后 警方发现张女士的资金流向到了不同的地点 且大部分流入了通过虚假身份所办理的银行卡中 这给警方的侦破带来了困难 但是在这些流水中 两笔较大的资金流向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过侦查 警方发现这两笔资金都在广西省东兴市的某储蓄银行柜台进行过曲线 掌握到这一重要线索 天河警方立即赶赴东兴市的这家银行并调取了监控 监控显示 一名女子在10月26日和29日分别来此柜台曲线190万元和180万元 经过对该女子的调查 警方锁定了该女子藏身于银行附近的一栋居民楼内 在掌握到充分的证据后 警方顺堂摸瓜 顺利将楼内其余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与此同时 另一组对涉案APP进行调查的民警 相继锁定了涉嫌制作某台APP的下谋 以及收购手机、银行卡用于转账的李某某等犯罪嫌疑人 2020年12月2日至2021年1月5日 专案组民警远赴广西、浙江、陕西、重庆、广东、深圳等地追查 抓获其余12名犯罪嫌疑人 查获电脑、手机等涉案物品一批 扣押涉案赃款37.5万元 冻结涉案赃款257万元 警察 该诈骗团伙作案十分缜密 第一步 骗子会寻找渠道 通过在网上发布相关的炒股文章 吸引有炒股意向的入门者 引诱被害人添加所谓的炒股群 当被害人进入炒股群后 就开始进行第二步 喂料环节 这时在炒股群中 会有号称股神的老师 每天讲解课程、分析股市 犯罪分子再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吹捧 晒炒股收益图 营造跟着炒股老师 就会盈溢的假象 骗取被害人对炒股老师的信任 当被害人对炒股老师 深信不疑的时候 然后进行第三步 骗子伪造有据可查的真实平台 然后再以各种理由 宣称该平台可以炒港股 将被害人引流到 伪造的山寨应用程序中 然后实现第四步 吸仇环节 这时所谓的股神老师就宣称 自己是某上市券商的内部人员 以有内部关系为名 可以助被害人增加 申购打新股的几率和份额 不断引诱被害人 在平台内加大充值 等被害人将钱全部投入进去后 就进行最后一步杀猪 当被害人发觉 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股票份额 想将平台账户金额提现时 犯罪分子此时会以各种理由 搪塞过去 甚至被害人还会遭遇平台崩盘 或者被拉黑 致使钱财下落不明 一直以来日进抖金不是梦 稳赚不赔 这些说辞啊 总是能振奋像张女士这样的炒股小白 即便是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 他们也不惜削尖了脑袋 加入到炒股大军之中 来实现自己一夜暴富的美梦 然而张女士不仅没有一夜暴富 反而掉入了片子精心设计的 层层圈套当中 从警方那里我们也了解到 在这起案件当中 还有许多被害人 他们当中甚至有很多人 都没有意识到被骗 那么张女士究竟是如何 一步一步地走进片子 设置的陷阱当中的呢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 负责侦破这起案件的 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 零和派出所的副所长 李涛 李警官 请他来为我们大一解惑 李警官您好 主持人您好 李警官 这个张女士的遭遇 真的是不免让人唏嘘 这会儿片子究竟是 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让张女士夫妇 对他们的话术 竟然深信不疑的呢 首先呢 犯罪分子是有选择在寻找目标 他们专门挑选那些炒股新手 因为这类人呢 缺乏一个炒股的理论知识 又急于赚钱 渴望通过在股市上 进行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收入 这些受害人呢 往往缺乏防范意识 容易听信犯罪分子散布的 所谓内部消息 小道消息等不实的信息 继而盲目地进入犯罪分子 精心设计的虚假平台 和伪造的APP类进行投资 从而上当受骗 第二呢 就是这些骗子利用了信息差 将被害人吸引到假平台 同时谎称 往平台里充值越多 获利越大 而且他们还告诉被害人 充值的钱不会打水漂 是可以提现的 本案中 张女士夫妻刚开始充值了16万元 在他们提出取现要求以后呢 犯罪分子的是 全额返还了这笔钱 由此可见 这后犯罪分子充分地施展了 放长线 钓大鱼的尽量 对被害人实施诈骗 李警官 我们前面可以看到 一开始呢 这个炒股大神王老师 推荐的股票 确实也都是涨势不错 甚至呢 还填补了张女士夫妇之前的亏损 看得出来 这个王老师在进股方面 确实还挺像专家的 那么这个王老师究竟是什么人呢 这个所谓的炒股大神王老师 只不过是犯罪分子 包装出来的一个人设而已 也就是说 这是犯罪分子假扮的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王老师 假扮王老师的这些犯罪分子 好多都没有炒股的经验 也不懂得股票的 有关常识和操作的技巧 更不用说是成为什么 炒股专家了 这伙犯罪分子 就是从网上搜索了 相关的股票的一些资料 和一些常识 一些链接 再整理成相关的脚本 接着在直播间和股票 交流群里面 向被害人展示 真没想到 诈骗分子竟然如此的狡猾呀 没错 其实直播间里的投资者 包括群里面的网友 也都是犯罪分子假扮的 都是托 这些网友主要是负责 吹捧王老师的建古能力 以便于取得被害人的信任 因为人都是有从众的心理 一旦有很多人相信的话 被害人也就跟着相信了 假如被害人被拉到 一个一百个人的炒股群 除了释怀人和那个 建古老师之外 其他的九十八个人 都是犯罪分子的托 他们发红包 在收益 都是为了营造一种 隐匿的假象来哄骗 被害人上当 这个群内的成员 全部都是骗子假扮的 那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骗局了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既然这个王老师 是骗子假冒的 那为什么他推荐的股票 却都如此精准呢 首先这是因为去年 中国的股市行情比较好 整个我们的大盘 都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大部分股票都是上涨的 第二犯罪分子 也浏览了一些股票分析的 相关的新闻和链接 也参考了一些 其他正规券商的 那些推荐的股票 最后他们每次推荐的是 多支股票 在收市后 主要是对 真的那些上涨的股票 进行了点评和分析 对于那些没有上涨的 甚至下跌的股票 他们就很少去解读 如果社会人提出了疑问 他们就是说 是因为市场的动荡造成的 或者说 庄家没有一起去跟进 资金不集中 导致了下跌 原来是这样 那张女士 她下载好了 这款名为 某态的投资应用程序之后 她可谓是十分地小心谨慎 不仅是一直观察 而且还将 该平台上的K线图 和其他平台的 这个K线图 进行了对比 结果也都是正常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经过调查了 这个某态APP 是一个香港上市的 正规证券公式的APP 这也是被害人能够查到其具有相关资质的原因 但是在本案中中 犯罪分子却伪造了这个正规公式的APP 还修改了原代码 将其他正规平台的A股的走势 链接到了这个伪造的APP上面去 也就是说 这上面的股票都是真实的 不仅如此了 犯罪分子还将真实的市场行情 K线图走势 链接过去 致使被害人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警察 该诈骗团伙利用被害人下载的安装包 进行电子数据采集 而实际上 被害人充值转账到平台内的资金 并没有流入真正的证券交易市场 而是经过犯罪分子的后台操控 自动跳转至诈骗团伙的账户 而被害人在虚假股票投资平台 看到的账户盈亏 也全是虚拟的数字 看来这场精准见股的背后 是犯罪分子精心设计好的陷阱 但是也正是因为不少投资者 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 所以才会掉进了 不法分子设下的这个圈套里 那么李警官您看 对于这种炒股投资类的诈骗 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 很多投资者刚入股市 对于一些小道消息的不加辨别 才上了犯罪分子的道 导致损失惨重 因此面对超高收益的投资 大家要保持一个警惕 不要被高利润所吸引 上市的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切勿相信只赚不赔的买卖 第二不要轻易相信 互联网平台上 陌生人发布的见股 发布的内幕消息之类的信息 不要加入全是陌生人的 股票投资群 这些都是骗子惯用的一种伎量 第三不要去扫描陌生人推荐的 无法验证是否合法的奥维码 更不要向这些虚假的投资平台注资 这些都是骗子搭建的 非法钓鱼的网站 因为当资金转入犯罪协人 提供了账幅的那一刻 被害人就已经彻底上市了 对自己资金的掌控 而所有在虚假APP上 显示的余额都是一种假象 一旦投资数额巨大 网站就会出现无法提现 或者无法打开的状况 这时候犯罪分子的 就会编到各种的借口 让你继续投钱 甚至直接拉黑 卷款潜逃 好 非常感谢 李警官的提醒和分析 谢谢 张女士的遭遇不免令人感叹 投资有风险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 陌生的领域和投资项目的时候 更要保持谨慎 不要让自己弥足身陷 最终酿成悲剧 轩一在这儿也提醒大家 骗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 面对一些所谓的高回报投资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以免落入骗子设下的陷阱之中 提起短信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了 但随着移动市场的飞速发展 我们现在收到的最多的短信 可能不是来自亲朋好友的问候 而是一些广告或者是验证码 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不法分子 打起了短信的主意 专门通过发送诈骗短信 来实施诈骗 面对诈骗短信 我们该如何识别呢 接下来一个硬核视频带给大家 一起来跟反诈民警 学学如何识别诈骗短信 平常我们可能会经常收到一些服务类短信 比如 你的手机银行于今日时效 请立即登陆网行网站 重新补录验证 逾期银行卡作废处理 你的营业信息更新为电子版 请于某日前完成认证 延时将自动销户 这些短信来自银行 工商市场监管等部门 看上去十分正规 但是请注意 有可能是诈骗短信 如何识别此类诈骗短信呢 第一 骗子发送的短信号码 大多为0010开头的长号 比较少见 第二 诈骗短信里包含有恐吓性语言 如失效 作废处理 经受处罚等 这是为了造成受害人的恐慌 第三 诈骗短信里 都有一个虚假网址链接 点击链接进入的是一个虚假的钓鱼网站 而非官网 第四 如果受害人登陆了钓鱼网站 骗子会让其填入银行卡号 密码等关键信息 并且会千方百计的向受害人索要验证码 如果走到了这一步 很抱歉 你银行卡内的钱就会被骗子转走了 联行提醒您 收到疑似诈骗短信 千万不要点击短信内的网址链接 这是防止受骗的关键一步 如果对短信内容实在是不放心 可以到相应的部门去核实 诈骗短信 终归是假的 经不起核实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网追踪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轩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